欢迎来到我的Vlog 上一期我们去到了The House Kitchen 在拉斯维加斯店 在那里我们品尝了4道非常经典的菜 但是其实还有一道非常经典的 Gordon Ramsey的招牌菜 那就是香草羊排 在House Kitchen餐厅里 他们没有把这道菜放在菜单上 但是不要怕 我们来亲自下厨 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制作这个菜 我是Masterclass的忠实订阅者 我在上面也看了很多 Gordon Ramsey如何制作食物的视频 他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厨师导师之一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开始吧 好第一步切菜 我们用的是细香葱 Chive 然后我们简单调一个酱 主要是酸奶 来balance羊的腥味 还有用一些盐 这里我用的是Chive 直接放在里面 放一半到这个酱里 放一半留着最后装饰用 四样食材 罗勒、欧芹、帕瓦斯奶酪 还有面包屑 按顺序放到食物搅拌器里 罗勒、欧芹提供了香味 使得油腻的羊排变得非常清新 不再那么油腻 帕瓦斯奶酪 当它融化了以后 可以让所有的食材都粘合在一起 这也就是所谓的整体感、融合感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道菜 感觉每一样食材都很好吃 但是觉得就是各式各的 只是把不同东西放到了一个盘子里而已 那就是缺乏了融合感 这个带有罗勒和欧芹的面包蟹层 不仅给羊排提供了风味 还保护了羊排的外表 使得在烘烤的过程中 被裹在里面的大部分的羊肉 都处于35分处的状态 而不是外表过数 羊排的处理就相对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表面涂有盐和胡椒 然后在中间切成两半 每一块保有四根肋骨就好了 我们之所以不把羊排 按照每一根肋骨都切成一块 势必在烤箱里 让羊排有尽可能小的表面积 从而获得更多的 处于35分熟的状态 也就是更嫩的状态 好下一步起锅热油 锅一定要用铸铁锅 因为铸铁锅比热容大 才能给羊排上更焦的表面 油一定要用高燃点的油 比如说Avocado Oil 或者说葡萄籽油 千万不要用橄榄油 因为橄榄油的冒烟点 实在是太低了 像这样两面上色 再把它羊排竖起来 只要保证各个表面都均匀的上了色 就OK了 这一步大家可小心啊 油点子可乱崩 崩起来还不长眼 崩哪哪红 整个过程把四面煎焦就可以了 大概需要花4到5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都是大货 然后我们加入黄油和蒜 然后转至中小火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蒜的香味 和黄油一起融到羊排里 调中小火的目的是防止黄油烤焦 用黄油煎大概35分钟以后 这个味儿差不多就入到羊排里了 然后我们准备把整个锅都放进烤箱里 但是在放进之前 最好先用吸波纸把这骨头头给包着 不然的话呢 这热浪一烤骨头就成了焦骨头了 就不好看也不好吃 烤箱375华氏度 放进去 连锅一块放进去 烤大概4到5分钟 或者羊排里面的温度达到125华氏度 有朋友就问了 125华氏度是多少摄氏度啊 嘿嘿 嘿嘿是51.6667摄氏度 我都给你算好了 有人就说了 51度 这能熟吗 是不熟 我们还没烤完呢 这只是第一步 羊排拿出来 放在这个案板上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香草配料就要用上了 先别着急 先用这个地溶芥末酱刷在羊排上刷一层 让它来一层底味 并且这个芥末酱呢 非常好的会去掉羊肉的腥味 刷这个芥末酱就用这种小刷 就跟刷水泥一样 虽然我没干过刷水泥的活 但是我见过别人干刷水泥的活 是吧 刷了一层以后 要晾一会儿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香草配料均匀的涂抹在羊排表面 不要太吝啬 因为我们这些料用不完也都得到垃圾桶里 所以尽量的多抹点 立起来 还有侧面 侧面也来点 还有另一块 这个别忘了 好兄弟一起来 多抹点 把我们用刚刚的锅底下放一层锡箔纸 然后把羊排放进去 然后重新把锅放回烤箱 这回可要好好把羊排烤熟了 395华氏度 这段时间也别闲着 是吧 起锅热油 做点配菜 我们用的是提前煮好的这个小马铃薯 小马铃薯其实非常好煮 就把它切一半 然后可劲放锅里煮个二三十分钟就行了 这里我们只是用把表面煎上色 给它一层薄薄的脆皮边 就会提升非常大的口感 怎么煎怎么好吃 大概过个三五分钟 一个一个的把马铃薯翻个面 让它的其他这个挤面也都稍微煎一煎 别学我 我这个属于危险操作 大家可以用大一点的铲子 慢慢翻 大约烤个十分钟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把羊排放到案板上 沿着肋骨之间的缝隙切开 看好那个羊排肋骨之间寸节 沿着肉往下顺 到底下一刀 就成两半了 好最后组装摆盘 首先把酸奶酱放在一边 然后这血液的一抹 直接加了一颗米其林的星星 然后把小鎖刀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的整齐的摆在边上 羊排一定要左右交错的摆 这样才有立体感 再放一点青菜 增添一些清爽的感觉 撒一点意大利沙拉酱 最后再霸气的撒上细香葱 大功告成了 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草羊排 就做好了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羊排 一口下去 肉嫩嫩的 配合着罗勒和欧芹的清香 还有帕马森奶道的浓郁 嘴里不仅有羊肉的香味 仿佛连大草原的芬芳 也一并吃到了口中 哇 这就是天堂吗 夸张了夸张了 不过好吃是真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最后拍两张照 哦对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 著名的菜 大家可以放到留言评论 或者弹幕里 供我参考 那么这期就这样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